今天为大家解释一部2023年上映的韩国恐怖电影《怪谈晚餐》 全篇共有六段真实恐怖的小故事 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哪个更精彩 首先是关于许愿的女巫视频 传说只要学着对方跳舞 就能满足自己的一个愿望 就连某个刚刚爆火的明星 都在新的MV中进行的魔法 前几天宝拉为了测试真假 也同样许过一个愿望 然后第二天变得不太寒冷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她自认为是非常灵验 身旁的两个好朋友叽叽喳喳的讨论起来 没想到还会有这种神奇的事情 此时这三个女孩正坐在学校对面的宽餐厅里 宝拉的男朋友碰巧刚刚下课 她下意识的拿起手机想联系对方 可结果却眼睁睁的看着她挂对电话 开心的比另外一个女生说笑 很明显是发生了出轨 相比宝拉的烦恼来说 她的两个好朋友也同样不太顺心 喜欢跳舞的女孩要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如果成功就能进入顶尖的娱乐公司 出道甚至成名都很有可能 第三位好友几乎每天都在网络平台上上传视频 有时候是网络断转 有时候是性感舞蹈 她的梦想就是成为网红 可惜流量很差 至今都没有多少粉丝 他们三个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许愿女巫 不管是真是假都应该尝试一下 打开手机模仿视频中的舞蹈 气氛变得越发诡异 尤其是宝拉这边 打开手机模仿视频 被警察判定为自杀事件 现场非常血腥被扣要一只眼球 而她的两位好朋友却得尝所愿 一个通过考试一个视频报复 全都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只不过人的欲望永无止境 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新的烦恼 流量不可能一直都有 为了让粉丝变得更多 她又一次求助女巫 模仿视频开始跳舞 视频里的女巫消失了 她走进现实拿走了学者的眼睛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故 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视频中的警告 医院只能一次 请不过来 进入娱乐公司只是短期练习生 要想出道还需要进一步的考核 得到通知的女孩们全都拿出手机 其中就包括宝拉的好朋友 这些人都在依靠女巫 下面是第二个故事考试 妹妹的成绩很差 每次考完试拿回成绩单都会遭到殴打 妈妈特别严厉 丈夫此后就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女儿的身上 绝不允许有任何失败 姐姐已经考上大学 和她的待遇完全相反 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无奈 打小就非常聪明深受喜欢 看到妹妹被打也并不会上前劝阻 只是冷嘲热讽的说她又笨又无能 没有人喜欢这种性格 日历盘上写着不辛苦无收获 妹妹痛苦的抓着头发 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改变现状 希望老天开眼能帮帮自己 只要可以提升成绩干什么事情都行 也许真的是有神灵存在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妹妹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外婆女孩 说可以满足任何心愿 但前提是要送出痛苦的灵魂 就比如她刚刚才死的青蛙 妹妹下意识的低头看去 脚底竟真的有只青蛙 外婆女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 空气中透露着一种诡异 当天晚上妹妹梦到了很多奇怪的内容 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血水尸体头颅眼睛 这一恐怖又特别 从梦中醒来之后 她又察觉到门口站着人影 是白天见到的外婆女孩 与此同时 新的模拟考试出了成绩 这一次比之前要强了很多 她不自觉的想到那只青蛙 也许是真的起了作用 痛苦灵魂可以让外婆女孩帮助自己 她是神是鬼并不重要 最起码妈妈喜欢 严厉的惩罚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有过的关爱 就连姐姐都透露出嫉妒的神情 从这天开始妹妹便开解了杀戮模式 既然对方喜欢痛苦的灵魂 她就专杀小动物 只要在考试之前进行献祭 就能获得成功 从花钱购买的小老鼠 再到街边有主人的宠物狗 所有能杀走的动物都试了一遍 成绩越来越好 再也没有遭受过妈妈的惩罚 外婆女孩就是她的救星 必须要满足对方的一切要求 但是这天晚上她临时有事 没有搞到可以献祭的动物 把主意达到了姐姐养的兔子身上 可没想到兔子被送人了 明天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 如果考杂肯定会遭到惩罚 她不想再变回之前那样 看着姐姐那嘲讽人的神情 内心涌现出一股特别奇怪的想法 杀了她 把她献祭给外婆女孩 姐姐还并不知道自己成了猎物 坐在地上开始瘀家 妹妹已经悄悄的来到身后 举起匕首一下下的刺了过去 和杀的小猫小狗没有区别 她脑子里只有考试 直到深夜 妈妈才下班回家 两个女儿已经一生一死 地板上丢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看清样貌 妈妈被吓得大声尖叫 妹妹缓缓的装过身子 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 她保证成绩会越来越好 实在不行还可以掀济妈妈 考试不能出错 下面开始第三个故事 旅馆 西黑的雨夜一辆汽车黄昏驶来 车后座上坐着一个西装革领的男人 他本打算包车离开这座城市 但是司机却停在一架旅馆前面 说雨太大夜太黑不敢出城 等到天亮再说 男人没有办法只能下车 他是外地人不敢惹事 旅馆老板给他开了307房 房费一碗十万 男人听后纷纷地嘟囔了一句 简直就是宰人 见他没有拿钱 老板便通过狭小的偷窃口看了过来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皮包 男人下意识地缩了回去 这房太要了 却不知房间里有隐藏监控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实时地传通到老板眼中 老板和开车的司机是同伙 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就是赌博 赢了钱的客人会第一时间想要离开 司机便守在赌场门口 找兴借口把人带到旅馆 让老板倒走赌资 西装男人赢了几十亿 全都放在皮包里面 他还并不知道自己被人盯上 洗澡时照明灯突然熄灭 想着快点把泡沫冲进回屋 却恍惚中看到旁边吊着一具尸体 但是很快又消失不见 便误以为是眼花看错 其实这尸体和他一样都是赌徒 赢了钱被偷了便想不开上吊刺杀 此时此刻老板已经悄悄的潜入房间 想要趁着男人洗澡偷走皮包 可关键是个浴室里传出走路声 男人洗完了 老板赶帮躲到一边 他已经失去了离开的最佳时机 司机的电话都没有办法接听 抽盛的烟头被手机震到桌面 火苗若隐若现 埋下了致命危机 男人的运气很好 玩老虎即使中了豹子 一把就已经下了几十亿 担心会发生意外 便拿着钱在赌场外面包下一辆汽车 说好让对方直接出城送他回家 可是司机却起了贪念 好像魔鬼一样向他扑来 男人被吓得从梦中惊醒 好在只是做梦 他下意识的伸手去摸皮包 空空的没有摸到 插丘不对便立刻打开电灯 旅馆老板正拿着包 捏手捏脚的想离开 还真是倒霉 在房间里躲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才等到男人睡着 却被一场噩梦破坏 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这可不是小钱 就算死也要抢到自己手中 老板掏出匕首狠狠的刺了过去 男人受伤 可他始终不愿放手 他们从床上打到床下 匕首叼在一边 找准机会 男人又捡起匕首 对着老板疯狂刺杀 形势有了转变 老板一动不动的死在现场 可当男人走到房间时 却发现外面浓烟滚滚着了大火 倒是那个咽头惹着祸 消防员已经赶到 正逐个房间的寻找幸福者 男人被救 但是现在挽着惊弓之年 看谁都有个问题 怕对方是贪图自己的钱财 他又转过身逃了回去 火势越来越大 消防员已经不敢靠前 回到房间 男人躲进了床满水的浴缸里面 吊色的尸体冷冷的看着 赌徒都是一个下场 过了很久 大火才被扑灭 消防员赶到现场 看到浴缸里飘着一具尸体 男人被煮熟了 至此都没松开皮包 下面是第四个故事 健身 这是一家高档公寓 位置优越 设施齐全 每天晚上 都有人在免费的健身房里运动 临近11点 房东看着监控里的跑步女孩 提醒警卫 让他晚上10点 就关闭健身房里的照明 没有必要为了某些人浪费资源 电费很贵 再这样就扣除工资 警卫点到哈耀的硬盒着 转身去拉电闸 胖脚在11点整陷入黑暗 健身房里传出了女孩的尖叫 转过天 又出现了一位帅气的男性反客 他在练腿 不知什么时候 那女孩也再次现身 在同一台跑步机上运动 帅哥有了想法 打算过去认识一下 可没想到气台会突发故障 没办法卡住位置让他松腿 打算让女孩过来帮忙 却发现人已不见踪影 灯灭了 健身房陷入黑暗 帅哥看到气台上趴着一个女人 她的头发很长 无法看清样貌 重量越来越大 帅哥的双腿开始颤抖 快要坚持不住了 但关键时刻 健身房里的照明重新点亮 女人消失 气台恢复正常 帅哥赶忙下来 幸有余计的传着粗气 是警卫 他发现健身房里还有人锻炼 他也重新开灯过来叫人 让他赶快离开 不要待得太晚 帅哥没有提到刚刚发生的事情 急匆匆的走了出去 手机一落在跑步机上 过了很久 他才察觉到这个问题 又无奈的折返回来 晚上11点 健身房里空荡荡的 只有他自己 刚刚找到手机 就带着陷入黑暗 门口蹲着一个长发女孩 帅哥已经没有办法离开 警卫不解的看着监控 不明白这个住户是什么意思 咱们会如此执拗 几次三贩的让他离开 又偷偷的跑了回去 却不知帅哥是被女鬼逼迫 想走也走不了 帅哥死了 房东让警卫管住嘴巴 不要乱讲 否则会影响房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死人 那天晚上 跑步女孩就因为 突然关灯而发生事故 死亡时间碰巧11点正 她的头发被卷进跑步机里 硬生生的拽掉头皮 所以才化为恶骨 开始寻找替身 新的一晚 健身房又来了一位猛男 她刚刚从美国回来 一下即就到公寓这边 来找房东妈妈 听说儿子正在健身 房东在电话里激动的 让她快点离开 但是已经晚了 晚上11点准时关灯 这一次轮到 帅哥寻找替身 下面是第五个故事 实验 女孩出了事故 她浑身湿血的被送进医院 恍惚中看到双腿已被截断 激动的大喊大叫 不知过了多久 才重新睁开眼睛 房间很亮 她努力的抬起头 看向双腿 她还在 看样子之前只是做梦 这里非常奇怪 并不像是普通的医院病房 女孩虽然没有失去双腿 可她无法起身 好像瘫痪一样 墙壁上挂着一块 奇怪的时间屏幕 不明白这时间 代表着什么意思 躺了很久 也没人出现 她双手用力 从床上翻了下去 吊在地板又缓缓的闭上眼睛 这一次 她走进迷雾当中 不远处有个发着光的地方 看样子像是出口 可她刚刚靠近 就出现了一只恐怖的鬼手 女孩重新睁眼 发现自己坐在床上 换了一身新的衣服 墙壁上的时间正在流逝 比她最初初醒 又过去了十个小时 女孩正思考着是怎么回事 却陆陆续续的 从屋顶上掉下来 很多试验用的小白鼠 密密麻麻的 看着十分吓人 女孩大叫着晕落过去 房门突然打开 走进来一位 穿着白色套装的女人 小白鼠都诡异的消失了 女孩迫不及待的 想了解东西 为什么会困在这里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女人说这里是康复医院 治疗公司失火 暴露出很多致命病毒 她不幸受伤被送了过来 身体状态非常不好 如果康复失败 一切都会结束 女孩小心翼翼的问她 会不会死亡 白衣女人解释说 大闹停止功能 进入到无意识世界 与生物学上的死亡没有区别 墙壁上的始终是计时器 时间已经不多 从今天开始 要坚持身体上的运动 一刻也不能停歇 看不过取决于自己的意志 女孩的双腿还十分无力 可她仍努力的 站在跑步机上动了起来 按白衣女人的说法 必须要达到三级 才有可能恢复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女孩没有成功 又死了一只小白鼠 女孩仍处于脑死亡状态 她一直都被困在 无意识的世界 白衣女人是主治医生 女孩的双腿已经结断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能将她唤醒 墙壁上的时间 是小白鼠的寿命 女孩已经清楚 自己是咋回事 只可惜她不能在 现实中睁开双眼 下面是最后一个故事 吃播 众所周知 短视频时代 吃播是最主要的一个品类 靠着自己的大胃口 吸引众多粉丝 但同时也会有人动去作假 就比如镜头前的白衣女孩 她是新人主播 已经渐渐的展露头角 开始威胁老人 短发呗是业内 最知名的前辈 她特意把对方 请到直播间里 说是引流 可在关键时刻 又突然揭露造假 认为新人主播在欺骗粉丝 她根本就没有 那么大的胃口 只是利用剪辑的 又一步道 新人主播被打得 措手不及 手中间存在误会 是幕后剪辑 为了好玩才搞出这些 与她没有关系 短发呗仍不依不着 既然如此嘴硬 就当着面再吃一次 新人主播有苦难言 只能强撑着 与对方PK 结果她不出所料的失败了 实力上 根本就不是对手 这一次 流量被彻底截胡 变成了粉丝口中的笑话 自此之后 她很久都没有出现在 镜头前面 短发呗名利兼收 几乎每天都在直播 收货的礼物也是越来越多 就比如桌子上的 这瓶高档香槟 粉丝里有个 经常刷钱的大哥 主动提到新人 让他联系一下对方 兴许会成为 更好的流量密码 短发呗毫不犹豫的 答应下来 连线后 发现新人主播的状态 还算不错 两个人虚伪的打着招呼 在绑一大哥的怂恿下 决定带来一次吃播PK 为了公平起见 大哥会点外卖过来 让他们当着 所有粉丝的面 决一胜负 这次PK非常重要 赢了就会拥有一切 第一局 甜甜圈 短发呗更早吃完 获得了大哥的达成奖励 第二局 炸鸡腿 新人赢了 大哥也同样没有吝啬 第三局 第四局 第五局 新人主播越战越赢 短发呗 渐渐示弱 她万万没有想到 会输给对方 评论区里出现了两级反转 大哥已经转移到新人阵阳 短发呗气得不行 打开香槟猛灌了几口 在新人主播的注视中 一点点的滑到桌子下面 她好像出了问题 这一切都是新人在背后搞鬼 那次PK改变了她的人生 为了撑下胃口 特意去院做了手术 送香槟的粉丝也同样是她 香槟里注射了某种药剂 此时此刻 新人主播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上半身依旧迁细 而下面却已经胖得变形 所有事物都堆积在此 就连绑一大哥 也是他的刻意安排 电影到此结束